新色小番茄 他要給你請教的是 油管他在文室裡面 種日本的小黃瓜的品種 已經有三十八天 最近本屋裡面有這個開花已經開花了 但是基調面上就是有這個狗爺 那又怕說採收期也快到了 所以這個狗爺這麼多要怎麼處理 狗爺若是看起來沒有一個雅蟲 沒有看到什麼 當時不用很擔心 所以你要順看 狗爺最怕的就是這種雅蟲的問題 比較怕是怕這個 所以狗爺苗邊看看 因為通常會有狗爺 那麼我們比較怕就是這個狗爺 那麼一般來說這個螞蟻狗爺 其實我們因為很少說特別去替牠 去替牠狗爺 就是說我是不是特別喜歡替牠 這個狗爺 只要不是牙蟲很小 所以其實這個狗爺 我們傳牠的時候它就會被防治掉 所以這大概一般是不用特別 不用特別說 針對這個狗爺 然後去幫牠做一個處理 你如果傳牙蟲的這個藝 譬如說我們在傳這種小黃瓜的藝 裡面 我們營到的這些藝 那麼 多數 多數這種堂藝 裡面 那麼很多對這個狗爺 是有一定的 譬如說 我們請請在傳這個 亞美牌 還是說 伊達安 一種其實 甚至一些這個 除蟲局類的這個藝 那麼基本上 基本上這些藝 也是對這個狗爺 就有一定的一個好個 那麼有的人 是會出手的比較像 譬如說 他很怕這種有機靈寺 譬如說 在這個水戈裡面 他們就直接 他們的激透失蹤 就是說 他的 但是我們回歸裡面不行 但是水戈 他會用這種有機靈寺 這通常 他很快 那麼就可以把他 控制掉 我們平常 我們平常在傳這個 這個 這個藝 譬如說派媚症 譬如說福尼鞍 還是說這個可尼丁類 一個伊達安 還是四派媚 一種的 甚至 我們的傳這個百利普分 對吧 我們如果看到這個糖 我們做風景的時候 那麼這些藝 這些藝本身 就對這個 效果都有效 包括這個 保肥雄 不飛松 赤諾沙 所以沒有特別 這不特別說 去把他傳這個 狗兄 你就把他當做什麼 你把他當做 我們的風景 這個伺服 跟分散的時候 的藝 你這個狗兄 可以這麼多 這個花幼 這應該 你這個期間 差不多兩禮拜 沒傳藝 這狗兄 比較有可能 所以最少是兩週以上 三十八天 應該你可能 應該是頭兒傳 在前兩禮拜 有傳藝 可能十四五天超過 甚至可能 頭兩三禮拜沒有傳藝 那麼高的 才會這麼多 但是這就是 提醒你一定要 注意 注意 這個 關系 就是說 如果看到牙蟲 就要更小心 因為這同時 他們這個好兄弟 都恰恰做回來 所以 這倒是要小心 所以 其他他沒有什麼 什麼比較大的問題 你說他敢去 直接去教我們的作物 還是怎樣 不太會 所以你傳藝 因為這可能沒什麼傳 所以 如果有 你把他做 這個處理 所以 如果有 這個處理的好事 所以 比如說 你用的這個藝 這個 這個 派美證 六天而已 所以你這 交易的藝 你傳下去 原本沒有影響 那就是藝 你用福尼安 這種藝 這三天 這也沒什麼 要緊 這牙蟲 甚至 這個藝 就是藝衣 藝衣 三天 這對藝衣 這對藝衣 都有效 所以這大概是這樣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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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地方 包括 神日 如果有看到 青棠 你傳這個 麻辣松 麻辣松 對藝衣 也是有效的 所以這大概是 一種 這個 這個方式 提供給我們好朋友 先做一個參考 情賠 明aneous 所以 十分 應該